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糖尿病在现代医学史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人们正常生活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患有糖尿病的人群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有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这是特别不好的一种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地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才能够更好地察觉身体方面的问题, 这样有利于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 七个症状很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 第一,经常性地口渴。 第二,慢慢地消瘦。 第三,吃不饱。 第四,睡眠状态特别地差。 第五,咽尿增多了。 第六,疲惫不堪。 第三,第七,皮肤状态异常。 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呢? 其实方法特别地简单的啊。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食料方法, 经常这样吃一吃, 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远离糖尿病。 首先准备一颗洋葱。 洋葱中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 不仅富含钾、 维生素、 液酸心、 维生素等营养元素。 更有两种特殊的营养物质, 虎皮素和前列素A。 这两种特殊的营养物质, 令洋葱有了很多其他食物不可贴待的健康功效。 第一,可以防癌症。 洋葱的防癌效果来自于它富含的鲜元素和虎皮素。 鲜是一种抗氧化剂, 能刺激人体的免疫反应, 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同时还可以降低致癌物质的毒性。 而虎皮素则能抑制癌细胞的火性, 防止癌细胞的生长。 第二,维护心血管健康。 洋葱是所致唯一含有前列腺素A的蔬菜。 前列素A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粘度, 因而会产生降低血压, 增加冠状血流的作用, 可以预防血栓形成。 洋葱中含有特别丰富的虎皮素, 其生物的可利用率很高大。 科学家研究报告指出了, 虎皮素可能有助于预防低密度蛋白的氧化, 对于动脉中央硬化, 能提供重要的保护作用。 糖尿病朋友们经常会出现一些并发症的, 特别是三高的人群,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所以说一定要吃一些洋葱的, 对糖尿病病发症的缓解, 都有特别好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黑木耳, 加入一勺面粉, 再来一点白糖, 加入温水可以多来一些, 搅拌搅拌,浸泡10分钟。 木耳是人们经常会吃的一种菌类, 它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有着肠道签道肤的支撑, 而且被人们称之为是补血生品, 特别是糖尿病人, 经常吃一些黑木耳, 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 再准备一根苦瓜, 研究发现了, 苦瓜具有特别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至少糖尿病患者使用苦瓜之后, 可以使血糖明显地降低, 除了可以降低血糖, 苦瓜还有一些的功效和作用的。 第一,可以促进饮食, 消炎退热, 苦瓜中的苦瓜肝和苦维素能增进食欲, 健脾开胃, 所含的生物体类物质全凝, 有淋尿活血, 消炎退热, 清新明目的功效。 第二, 防癌抗癌, 苦瓜含有蛋白质成分, 极大量的维生素, 能提高具体的免疫功能, 使免疫细胞具有杀灭癌细胞的作用。 三, 排毒减肥, 苦瓜能使肾脂肪和多糖减少的, 具有特别好的减肥消炉的功效。 四, 美容养颜, 苦瓜能滋润白皙皮肤, 还能镇镇和保湿肌肤, 特别是原来的夏天, 天气比较糟, 敷上冰过的苦瓜片, 能立刻地解除肌肤的干燥。 最后把苦瓜切成薄薄的片就可以了, 切得越薄越好, 这能激发出苦瓜的香味还有作用的。 十分钟过后, 木耳泡发好了, 我们用手抓换抓换, 把木耳清洗干净。 泡木耳的时候, 尽量控制在十分钟之内, 不要时间太长了。 泡发木耳的时候加入白糖, 能够促进木耳的泡发, 泡的时间特别地快大, 而面粉就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加上面粉可以把木耳清洗得特别地干净。 我们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好之后, 再换两面清水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洗高的木耳特别地干净, 增量增量的。 木耳中还有一种 医治血腰板凝聚的成分。 这种成分能够降低减血液的粘度, 促进血液流通。 黑木耳还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从而预防由于胆固醇过高, 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 木耳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做植物碱, 它能够促进人体消化道, 尿液道等线体分泌。 植物碱和这些分泌物一起催化结石, 使生结石或者胆结石排出体外。 很容易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黑木耳的, 不但不会引起血糖升高, 还可以预防多种并发症的。 锅中水开之后, 把我们苦瓜倒入锅中焯水两分钟。 苦瓜焯水之后可以吸收苦味的, 并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脆很好吃的。 时间不要太长了,两分钟就可以了。 焯锅水之后再放到凉水中过去变凉, 这样口感吃起来会特别的好吃的。 下面再把木耳倒入锅中焯水两分钟就可以了。 木耳焯锅水之后, 可以吹出黑木耳表层的一些细菌杂质的。 这样吃到木耳特别的干净, 更加的安全。 焯烤水之后, 控肥捞出来过去变凉, 这样木耳吃起来口感特别的脆很好吃的。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把酸片倒入锅中, 爆出香味。 炒香之后, 把木耳、洋葱、苦瓜倒入锅中, 开大火不停的翻炒。 大火炒到的味道会特别的香大, 更加的入味。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了, 因为苦瓜木耳超过水了, 洋葱也比较好熟的。 炒好之后, 加一勺食盐调味, 再来点生抽就可以了。 再次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炒的时间比较长, 营养成为会破坏的。 这道菜吃起来特别的清淡, 非常的好吃的, 特别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高血糖的朋友们可以经常吃一吃, 有特别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并且还可以降低血脂, 清洁血管, 能够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糖尿病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重饮食的结构条理, 这样才可以稳定血糖, 避免避防症的发生。 好,家人朋友们, 你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和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